我是海芬 我是雅芬 歡迎登上《夢想起飛》號 創業 夢想 時尚美容 生活風格 最知性與感性的話題 通通都在《夢想起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聽《夢想起飛》 我是莊雅芬 我是海芬 在這一次的《夢想起飛》當中 我們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之前都說創業很重要 概念很重要 行銷很重要 可是如果是現在的社會 在廣告上面 其實好多的年輕朋友 都很喜歡看這樣廣告的影片 或者是那一些 在社群網站上發送的一些消息 那我就要問問看莊雅芬老師 就是我們這一集要聊的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企劃的新手 你想要創造一個 對你的產品來說 很加分的文案跟行銷內容 老師那會怎麼樣跟你想要 邀請來的行銷團隊去分享 你想要傳達的產品概念呢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自己本身就是說你今天 如果你要把你的產品 委託給一個網紅 或者是給一個廣告公司 或者是你要給委託給一個 專門寫文案的人 或者是你要把它拍成影片 給任何人 我覺得自己本身的那個就是在 brief的時候要很清楚的把你的產品 的這些產品對消費者的利益 我覺得是第一個你產品的特色 還有你產品的優勢 還有一個就是你有沒有什麼樣子的一個 就是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就是對這個社會 要有一些特別的那個價值 就是說你賣的這個產品 其實是對人類 比如說你的產品可能就是吃你的產品都很安全 然後都是有機的 然後會越吃越健康 因為我們賣東西一個就是吃的一個就是穿的 就是先把自己的產品的特色 還有自己產品的優勢 然後還有對這個社會大眾 對消費者的最大的那個利益 一定要講得很清楚 因為這樣的話 當你寫文案的人 他才能夠真正的傳遞 那我們在傳遞文案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都是 消費者也沒有美國時間 聽你講一堆堆庫的東西 那就是一句話你要把它講完 就是寫文案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重要 就是會寫文案的人 他真的就是一句話 然後就把所有的訊息都傳遞完畢 對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網紅時代 跟我們這種就是以前比較傳統的這種 廣告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以前我們會專業的委託一個團隊 全權負責告訴他們說 我們想要表達的產品形象是什麼 然後由他們來做市場評估調查之後 才會去設一個主題 設一個重點 或設一句很吸引人的話 但是因為現在每個人幾乎都是自媒體 他很想要突然間就衝出來爆風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你有你這一號人物 或者是你的產品在賣什麼 但是其實這種網紅形式 久了以後 如果你今天還是呈現一個 就是打帶跑的狀況 就沒有一個企劃的概念 那久了以後其實就變得 只有划中取從而已 就是消費者看你瘋瘋癲癲 鬧了一輪之後 你到底剛剛產品在講什麼 他其實看不是很懂 所以也聽到很多的企業說 就是他們找了很多的網紅來行銷 就是覺得他們這些網紅 說不定可以因為他們的人氣 帶動他們的產品銷量 殊不知就是那一則廣告推出去之後 可能網紅的點擊率很高 但是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他幫忙行銷的是什麼產品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 就是讓企業主義很為難的啦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在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要邀請到真的是文案專家 就是他會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當你要製作 就是你想要吸引觀眾的影片 或者是文案的時候 有很多的步驟要一步一步的進行 那我覺得在進行的過程當中 老師你會很在意的是影像式的東西 還是你會很在意slogan的一句話 我覺得是那個兩個都要耶 因為其實slogan的一句話當然很重要 因為那一句話會讓大家就是能夠 就是能夠朗朗上口 就是聽完之後就很容易記很容易說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流行語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你有最好的idea 如果你沒有很大量的那個媒體的曝光 就是你要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然後你要讓消費者一直聽 聽到最後他就記得了 所以其實有好的創意還不夠 還要有很大量的廣告預算 因為這兩個東西其實是加起來的 會去堆疊 所以其實影片也很重要 就是你廣告影片 你拍攝的那個傳遞 其實它會跟你的文案其實是息息相關 因為你文案寫好了 才會開始去畫那個鏡頭 就是你會怎麼呈現那個影片 那兩個東西其實是都很重要 沒錯 就是所以你看 我們跟大家在分享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只是隨口提一個 要怎麼去想文案跟slogan 就知道其實步驟很重要 它就比較不是那種好像 你隨時拿手機出來拍一下 然後就PO上去的那種居家型的影片 而是它今天就是一個目的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不管你要宣傳的是你這個人 或者是你這個產品 或者是你現在正在進行的這個任務 所以我們在今天會邀請到 這個是請老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你在製作這些文案影片的時候 你要了解你的影片的目標是哪一些群眾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影片腳本要怎麼寫 這些是企劃新手你一定要了解的 所謂的腳本規劃流程 因為有的時候的一個行銷檔案出去 它不一定是只有30秒15秒 它生活是可能會長達10分鐘的微電影短片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你寫好的這個行銷內容 並不被企業主接受 那你要去怎麼做修改 是要妥協呢 還是說要堅持自己的理想 這個也是要討論你的想法 再來就是在這個影片的過程當中 是要破題還是說要隱藏到最後 因為很多的影片都會有一種就是 到最後他才會告訴你說 啊原來他是賣這個喔 就是好像感覺起來就是太繞圈子了 但是後來才發現 其實這樣的感覺讓觀眾燒腦一下 好像還蠻有吸引點的 所以在今天的這個我們的節目當中 會邀請到石晴老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老師有沒有期待這個我們今天的文案專家 他可以讓老師了解到什麼樣的新訊息嗎 我當然很期待啊 因為聽說他是高手耶 對 好啊 我們節目邀請來的都是高手 對 包括你跟我 對 老師是高手 好高腳 那我們就下一段邀請 那個史晴老師來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才可以讓你的文案變得很吸引人 甚至用一句話就可以打中消費者喔 我是海芬 我是雅清 歡迎登上夢想起飛號 Tips123 夢想便利貼 歡迎回到夢想起飛 我是莊雅清 我是海芬 在今天夢想起飛的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 如果你想要做一個很吸引人的文案 其實很多的細節 也不是就是拿手機拍一拍就PO出去 這麼的簡單 我們要邀請到的是廣告資深文案人史晴老師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史晴老師您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歡迎您 對我們在今天有特別提到 史晴老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您的資歷相當豐富 您應該是這樣講 可能很可愛 就是我們是從傳統媒體走向現在的新網紅時代 對於老師來說 你覺得在當時的傳統媒體 不管是電視的也好 報章雜誌的也好 跟現在的那種就是 社群時代這麼發達的狀況之下 文案的修改是不是已經大幅的改變了 對目前我個人覺得啦 最大的差別還是速度感 速度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傳統媒體的時代 尤其是你要寫一個腳本 從腳本的出身到拍攝到剪輯到最後的播出 它其實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 那我們自己就是這個舊的廣告人心中 會覺得說那是需要蠻長的一段時間 但是現在由於社群媒體還有網路媒體的發達 其實所有的東西都變得非常的快速 所以一開始只是文案上文字上面的快速 或是素材更換的快速 譬如說在臉書廣告上 或是什麼廣告上 它每一篇貼文都非常的快速 可是直到現在已經變成了幾乎是連影片 都要非常快速的去生產產出 對包括腳本包括所有的就是拍攝的那個行為 或者是中間的過程這樣子 所以怎麼樣快速適應的確是我們傳統廣告人的一個 必須要學習跟思考的方向 但是另一方面我個人認為 在網路廣告這方面呢 那他們想要我覺得啦 我覺得就是以這個方向就是開始的一些這個行銷人 他們要去想的就是 當我快速生產出一些素材一些東西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達到本來的目的 或者是我就只是想要拍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那這是我覺得兩方都應該要去思考 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到的地方 那我想請問你啊 就是說像腳本啊 這個你們在寫腳本的時候啊 就是他需要寫些什麼樣子的內容啊 像你的腳本你有一些是會偏 比如說是 不要是像那種 有一些是感性的 有的是理性 因為每一個產品都不一樣 像醫療產品你要怎麼做 醫療產品分很多啦 其實醫療產品本身 比如說藥品這種是 他必須要通過重重的審核 我們自己廣告界覺得最痛苦的產品有 一下子想起來的有兩個是最痛苦的產品 三個三個 一個就是所謂醫療產品 他就是我們每一次那個schedule拉出來 就會有一段那個審核期間 這樣子 對然後第二個呢 其實都是審核的問題 第二個是有點類似的 例如保養品 我們有一疊那個你不能寫的字 然後第三個是金融產品 金融產品呢 通常跟大家說的是什麼 說的都是 我會讓你賺錢嘛 對不對 可是我不保證 不是不保證 是你不能寫這件事 就是我要讓你感覺是賺錢的 但是我不能說 對 那這當然都是一些限制 那回到說 那我們要怎麼去思考出這個主題 或者是怎麼想出來 那首先呢 我們廣告公司 或者是一些 就是所有的行銷公司 我們會有一個目的 我們目的當然是希望消費者 對我的東西感興趣嘛 對不對 但是呢我們要達成這個目的 我們需要 我們有很多條路可以走 有可能可以走 對 所以呢我們需要去思考 要用什麼樣子的策略 什麼是策略 例如我要賣一個洗髮鏡好了 那我可能可以說 我可以讓你的頭髮變柔軟 我可以讓你頭髮很香 我可以讓你就是這個 這個我這個很環保無繫靈 我對對對 我可以讓你PO 沒錯 頭髮亮 對可以亮一亮 然後或者是說什麼 我是收護你的受損髮絲 對 但是問題是 大家注意 這是我個人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全部的東西都寫進去的話 消費者是不會理你的 因為我們就會一滑而過 一看就過 因為那就是全部的東西 那就是一個電子DM 它沒有意義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所以呢在廣告人 比較資深的廣告人 心中我們都會 維持一件事情 叫做一次只講一件事情 我們要選一個東西 我想要講我頭髮會讓你亮 那我就把亮這個點 把它發揮出來 所以這就是 我們最主要要怎麼去 把這個腳本想出來 我們要先想到那一個點 對我來說 那有可能叫做故事 那故事這件事情 不是只是產品的故事 我的洗髮精是從哪個山上的 什麼果子弄下來什麼 這個叫做產品的故事 可是對我而言 我覺得那不叫做 可以吸引人的東西 可以吸引人的東西 在我而言叫做 產品跟消費者 發生關係以後的故事 所以你一定要給消費者一個 發生關係之後的想像 這是我覺得最基礎 我要從一個故事 或是從一個策略的方向 去定一個東西 所以理性跟感性是都要有的 我要理性分析 我這時候講哪一個比較適合 講澎比較好啊 還是講量比較好啊 還是講什麼比較好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史晴老師 我覺得現在很麻煩的一個狀況 我們剛剛提到的傳統的廣告人 大部分服務的是業主 是這個企業 可是現在的廣告商好辛苦 他不但要服務所謂的企業主 這一端他還要服務到網紅 我們很常可以聽到就是 比如說網紅他要接業配 可是因為他非常有自己個人的特色 那因為企業主他大部分會追求的是 這個網紅帶來的點擊流量 可是不一定這個網紅跟這個企業主的形象是配合的 那這個時候的廣告商是不是就非常傷腦筋 要把兩邊做一個很好的協調 這件事情我覺得可以分兩個層次來聊 第一個層次是 其實做傳統廣告 也不是說傳統廣告 做行銷的啦 我們這一端也就是企業主和agency代理商 對於我們來說 網紅對我們來說 叫做一個媒體 就是他其實跟報紙 對 跟電視這些都是一樣的 他就是露出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第一種 第一個第一層次就是 我們其實是把它當做一個媒體 那他是有流量的 就像是某一個報紙 他是很多人買的 某一個雜誌他是很多人買的 某一個劇很紅 他的廣告是很多人看的 那是一樣的道理 那所以其實一開始 這件事情並不是擔負在我們身上 我們做一件事情然後你網紅 那你如果是一個要有流量的 你要去思考 這個產品適不適合你 但是 就像這個海芬姐剛剛講的 如果這個網紅他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流量為王 是大家捧著錢去找這些網紅 對 那如果網紅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就會落在行銷人的身上 那這時候啊 就會變成其實啊 大家仔細去看的話 網紅其實分成兩個族群 第一種族群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他不想他就是只收錢 我有人 對 我有人群 所以我就是收錢 然後就是明明我就是一個 就是非常時尚的一個網紅 但是我就是接了一個超級復古的 什麼做家事 什麼什麼電器 什麼煮飯機 但其實他根本不煮飯 那種 但是他自己不管 對 那這是一種網紅 那我個人認為這樣子的網紅啊 其實他自己的那個自媒體的流量 是很難長久的 因為他沒有去想 他要怎麼去符合 怎麼做 怎麼去讓更多的客戶願意跟我合作 那第二種就是另外一種 我認為是現在真正厲害的網紅 是他自己會做這件事 他不把這個東西 這件事情的負責任交給所謂廣告公司幫他做 他會自己去想 那如果明明不煮飯 但是他要接一個煮飯的業配的話 那他怎麼做 他會可能會試圖自己煮一次 然後說 哎呀我以後真的還是不會煮飯啦 可是這個這東西真的是很簡單 而不是拿著行銷人的給他的 你就是這樣子貼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網紅也是有的 他是有頭腦的 他是更願意永續去經營的 這樣子 那如果就漸漸來講 會變得M型化社會啦 我覺得網紅也是 因為行銷公司說穿了 就是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一一幫網紅量身設計他的東西 對 對所以到頭來就是 我們還是主要服務客戶主 老實說他們才是出錢的人嘛 對就是這是一件很直接的事情這樣子 就是他們是出錢的人我們是服務他的 那網紅終究是一個自媒體 他是一個帶流量的 但是你能不能最後就是得到客戶的青睞 這件事情我覺得還是網紅這些自媒體自己要去思考的地方 網紅一定有敬業跟不敬業的 人都一樣 人都一樣就有敬業跟不敬業的 那如果說萬一你今天就是你剛剛講到了碰到那種 你講的那種不太敬業的網紅 那你的你寫腳本的功力就很重要 就是你的角色變得很重要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碰到了一個是不太敬業的一個網紅 那請問您就是說你要怎麼樣來運用你的這個影片來協助企業主 讓企業主幫助你的客戶幫助你的企業主 他不是託付給你委託給你 請你幫他寫文案啊什麼的這樣 然後把影片弄好啊什麼 對就是關於這一塊這一部分 你要怎麼做才可以去吸引觀眾 讓他們來觀看 因為你看有很多影片拍得很好 他的這個很多人進來看耶 而且看完之後還會轉發 就是只要能夠讓看完的人還會一直轉發 一直轉發一直轉發那個量就會變很大 是簡單的分享一下 就是對我們來說 那個每個是什麼 對我們來說我們只要一寫腳本 其實就跟就是所有的網 不管是網紅還是演員還是藝人還是素人都好 那就是我們筆下的一個角色了 所以呢不管他進不進夜 進不進夜其實是拍攝的事 對對對就是他拍兩卡 然後那個導演說要拍第三卡 他不願意拍那是那個時候的事 但是在我們腳本這一方式 我們會願意會設計一個 我們認為打動人心 那在廣告界我們稱之為insight 中文叫做洞察 為什麼大家會願意轉發 通常都是因為他打中了你心中的某個點 對那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會圍繞著這個方向去寫腳本 對這樣子 沒錯 是 所以在這一段呢 我們謝謝石清老師跟大家 我們先 對大開頭跟大家怎麼講一下 就是寫完案的重要性 因為真的不要就變成是 好像只是為了要符合 譬如說企業主的那個需求 其實消費者根本看不懂 在下一段回來呢 我們要請這個史清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節目當中 有好多人他想要自行創業 他也想要拍出一個很有 讓大家吸睛 或者是讓大家一看就難忘的 這個影片內容 在下一段節目回來 要再請史清老師 跟我們分享喔 好啊 謝謝喔 謝謝喔 我是海芬 我是亞群 歡迎登上夢想起飛號 Tips 123 夢想便利貼 歡迎回到夢想起飛 我是莊亞群 我是海芬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我們邀請到 廣告資深的我們愛人 史清老師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寫出一個專屬於你們自己 想要傳達的這個文案 他的這些細節重點是非常重要的 老師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幫我們問一下史清老師呢 那當然有啊 我想要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請說 就是我們在拍影片的時候 為什麼一定要有腳本 在行銷人或是廣告人的眼中 腳本叫做我知道我現在做什麼事情 我知道我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呢 腳本一般在廣告人的習慣裡面 有兩種一種叫做文字腳本 一種叫做分鏡腳本 對 那分鏡腳本可能大多數人有聽過 分鏡的意思就是每個鏡頭嘛 分開 所以分鏡腳本通常都是用畫的 它是一卡一卡的 那厲害的分鏡腳本啊其實就是 到時候啊拍攝的時候 就是照著鏡位拍 就是這一卡男主角是側臉 那畫出來是側臉 那我們到時候現場幾乎是不太可能變成正面 正面 因為那個鏡頭可能是導演已經思考過的 才最後去這樣決定畫出來 好那我們再來講什麼是文字腳本 那像文字腳本就是 我以前的工作就是寫文字腳本的 那文字腳本是什麼呢 文字腳本就是 把所有的鏡頭感都用文字表達出來 也就是說你在寫文字腳本的時候 你腦子裡已經要先 run過一次 這個影片可能會怎麼樣子走 對這是我個人的習慣啦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 不管是分鏡腳本還是文字腳本 它的作用都是 讓大家知道現在在幹嘛 我現在在幹嘛 我要講什麼話 而不是當然當然我們有那種現場 突然就是演員的 就臨時發揮或是導演突然想說 你試一個什麼東西都有 我們還是都有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基礎的標準 大家要隨著這樣子的進行 不管是台詞或者是動作 因為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讓大家全部都自由發揮的話 通常啦我們習 我們的經驗是 那都會發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例如30秒的東西 沒錯沒錯 對我們要就是上電視廣告 我們就是30秒 可是中間演了一段 可是又好精采 就是沒有人說精采不好 可是它是一個很難去調配的東西 對 那我們當然還是會有這種導演版啊 放在網路上啊什麼 可是呢 你如果是完全沒有腳本的 全部照別人就是 不管是演員還是導演還是網紅 去發揮的話 那常常會大家會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到底要演什麼 沒錯其實這就 對就很像實境秀 跟所謂的 是的 對 因為實境秀 你撞撞看 撞一次成功了很好笑 沒錯 你拍戲不可能 那這也要 對要請史青老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在寫腳本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是必須配合時代的對不對 他不是覺得這個時代正流行什麼 大家就一窩蜂寫什麼 可是這對廣告人來說 會不會也是創意上的一個局限 還是你們都一直就是追求 你們要就是寫出那種就是 史歌般的讓大家 或史詩般的 讓大家覺得我聽到這一句 就哇一首史詩 聽到這句歌詞 就是一首史歌的感覺 你們會要追求這個目標 還是其實就是符合大眾的想法 說穿了大家都想要留一支那種 流傳已久的slogan 或者可以流傳非常久的一個腳本 大家看了之後就馬上想起來的 但是我必須要非常 現實的說一件事情 現在時代跟以前時代不一樣 現在時代是媒體非常多 也就是說已經很少人 也不是很少人 其實就是依照調查顯示 我們台灣至少台灣 第一大媒體還是電視 也就是說大家還是開電視很多 只是大家可能會變成雙螢幕 就是前面一個電視在放 然後我手機可能也一邊在滑 可能還有個什麼電腦 或是iPad在旁邊這樣子 對但是電視還是大眾 可是跟以前那個只有電視 我沒有網路沒有手機的時代 實在是差太多了 所以那個印象深刻啦 史詩集啊的事情 老實說太難發生了 而且你知道這個同時要搭配 那個客戶給的預算很多 就是不管是拍片播放 跟上媒體的預算 對這是一件非常現實的事情 對那除了這件事情之外呢 說到時代這件事情 就是對於廣告人來講 我們很希望不要跟著時代走 我覺得對岸的廣告是最明顯的 他們可能某一年全部都拍嘻哈風 某一年全部都是抖音歌 某一年全部都是什麼 在這個現象下 其實台灣近幾年 比較沒有這個現象 原因是我們比較沒有錢 就是我們預算比較小 真的 我們預算比較小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拍大片 然後就是哇 直接就是弄流行 所以你知道說好聽點就是 我們必須走出自己的道路 所以呢 台灣還是會有那種比較大的 然後跟著就是這個 這個年時代上面的那個風潮 去順風而行的廣告 但是其實台灣大部分 我們自己覺得啦 我們自己覺得 我們其實是蠻照著 企業主給他的形象 或者是我們就是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很認真的去思考這件事情 這樣子 我覺得啦 對 在做這個創意的這個 這個這個工作 這個階段裡面 你是什麼樣子的邏輯 或者是你用什麼樣子的方法 去擠出這些創意 要把創意擠出來 這很不容易 是的 因為你知道從無到有 沒錯 從無零到一 是最難的 對對 你那個是不是一定有一個邏輯 沒錯 其實創意是有邏輯的 對不對 可是啊 必須要先跟大家講 最厲害的那個創意啊 常常是貝雷劈到 或是靈光一閃的 這個就是 你知道就是天才 或者是藝術家嘛 就是你知道 商業廣告對我來說啦 商業廣告總是 創作一半 然後商業一半的 就是我們必須有一個 局限的框框 但是我們還是要發揮創意 那只要跟創作有關 他就很容易跟靈光一閃掛鉤這樣子 那可是其實 想創意還是會有邏輯的 對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要先定策略 你想想看如果你說 你趕快去賣個洗髮金 你幫我寫一支腳本 這時候創意會 其實會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很多創意 其實是因為 他是靈感型的人 他沒有辦法一一釐清 所以他就心裡面會覺得說 那我想一下 蓬松怎麼寫腳本 那我想一下 護髮怎麼寫腳本 我想一下香味怎麼寫腳本 他什麼都想 可是什麼都想呢 你就沒有辦法 很集中很專注的 沒錯很精準的去 去思考這件事情 但是當你前面幫他 梳理過了之後 你有一個策略 那我們其實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 你成接下來有一個創意概念的話 你有一個概念 你知道我這個廣告要說什麼 那你接下來就可以想你的idea idea我們叫做 怎麼說 我要怎麼把這件事情表達出來 最後才是我們所謂的 用什麼說 這叫做素材 這個是廣告人常用的一個邏輯 但是說了這麼多 那要怎麼想呢 那我還是建議大家齁 那個創意通常會有3B Bad Bus Bath 就是洗澡的時候啊 坐公車的時候啊 或炸中交通藝術 或是上床睡覺前 每次大家就是那個 躺在床上然後 但已經關了 然後突然想到一個東西 然後起來 對那這說穿了還是 靈光一閃 但是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我們會有很多在日常生活中觀察 或者是日常生活收集到的一小東西 小東西 所以觀察是很重要的 累積生活的經驗也很重要 然後你要去做一個有邏輯的思考創意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們的創意都是這樣子想出來的 我們沒有一個一定的方式 但是我們確實有一些步伐可以去追尋 然後有可能可以讓我們產出更好的創意的方式 是 那也想問一下史晴老師 我們在寫這個創意腳本的時候 你會希望建議這些創意的創業新手 就是我們像小時候寫作文嘛 你有一些比如破題法 你有一些就是到最後才會揭曉答案的那種 比較懸疑緊張感的 那你會建議這些所謂的創業新手 他們在寫他們的第一個 所謂的推薦他們產品的腳本的時候 哪一個方法其實比較讓消費者 第一時間就可以注意到 我個人有一個就是從小大家就學過的方法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比較好的 也就是大家都學過的起承轉合 但是我的寫法是你不是從起開始寫 你是從轉開始寫 因為轉叫做我為什麼要寫這篇腳本 請你把轉的大...就是起承轉合都要寫大綱 我先跟大家說我習慣都寫大綱 不寫大綱就像我剛剛說的你是不知道你自己現在在寫什麼的 你就是會變成一個你在寫大學的那個考試的論文 就是墨水分數 對 所以先寫大綱 一句話才叫大綱 所以為什麼要先寫轉 轉就是那個為什麼 就是我為什麼要寫這個故事 我為什麼要跟別人講分享我這個產品 然後我要分享什麼東西 你寫好了之後 然後再來是寫什麼 我會寫和 為什麼呢 因為我認為和在腳本裡面叫做 你希望讀者看完你的腳本之後 或者看完你的影片之後 有什麼樣子的情緒 這是你要先設定的 就是你如果是做一個公益廣告 你結束之後希望他們感到憐 就是消費者我們一般人感到憐 還是感到興奮 就是例如我好想去捐錢 我好想幫助他們 或是同情或是同理都可以 你先設定好 你整支的風格就定了 這兩個設定好之後 你再來想你要怎麼開頭 你想想看到 例如我們剛剛一直說的那個洗髮精廣告 好如果我設定的轉是 我想要跟大家講香味 我這個香味是最獨特的 我可能用什麼特殊精油製成 什麼隔天醒來你都還是很香 這是我的轉 那我的和是希望大家覺得浪漫 那我整體的開頭我會怎麼寫 我絕對不會用那種鬼片的那種開頭 很吸睛 但是我絕對不會用這個開頭 因為我要講這個浪漫 對吧 可是如果是香味啊 香味如果跟鬼片結合 說不定還蠻好的 對沒錯 你就一直覺得你聞到一個東西 然後 那你覺得大家會來想要買你的洗髮機嗎 一天殘留在髮箱 危險 有點危險 你看大家那個創意都很多有沒有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回過頭來 我是希望消費者買嘛 那我如果用這種方式是吸睛的 所以大家很容易陷入一個誤區 就是我要吸睛 可是大家回過頭來想想看 這件事情能不能吸引到我想要的消費者去買 那我相信他吸睛 可是我相信消費者都不會想去買 除非是中元節的時候你知道 對所以我可能會有什麼開頭 我的開頭可能就會是用比如說文藝一點的 嗯 的方式去敘述這件事情 不管是所謂開門見三法啦 還是什麼就是反截法 或者是那個懸疑法 都無所謂 那只是技巧 對我來說 我常常說的是 技巧不重要 有感覺才最重要 你要自己覺得有感覺 自己覺得說 哇這件東西 這個講法好有趣喔 那別人才會覺得有趣嗎 你自己都沒感覺了 你講給別人聽 對那我想請問你喔 就是說 請你分享你的這個成功的這個 就是說 我知道你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我在最後一間我還在職的公司 因為我現在自己開業嘛 我們那時候接了一系列的公益的案子 結帳櫃台旁邊都會有捐款箱 就是那個東西 那他每一季呢都會找一個基金會合作 然後呢 還會有個年度公益 因為公益案子其實非常難 難的原因是在啊 各位想公益的意思是我想要消費者 我還是想要消費者花錢 但是消費者花錢之後 買到了一片空氣 就那片空氣裡面寫你好善良嘛 對這就要捐錢嘛對不對 所以呢 我那時候做的公益的很多產品 是讓我就是印象很深刻的 我們就是為了把這些公益的事情 講出來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講這些 講這些東西 把這些東西就是表述出來 我們做了很多努力 然後我們還做了一個拍手牆 概念很簡單 我們的idea很簡單 我們認為啊 只要你捐錢 就值得給你鼓勵鼓勵 所以大家就是現在如果上網搜尋 愛的鼓勵 這是我們那時候的活動名字 像這件事情 我們也有拍成影片 然後可是這是一個很大的案子 這樣子等於我們也有線上的網站 然後也有線下的就是實體活動 那我們也有拍影片 然後給他 我們甚至還有teaser 就是前導影片 前導影片是 我們想要找出最厲害的手 拍出最好的掌聲給你聽 對那這個案子是我覺得 印象蠻深刻的 所以我也是分享給大家 對因為我覺得這個案子 非常有趣的原因 是因為它可以結合跟消費者互動 它不是單純只是讓消費者買完東西 就回家了 就是沒有所謂的 就是到底這個故事延續到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讓所有的創業主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的這個產品 它的文案出去之後 它能不能讓消費者很輕鬆的 或者是被洗腦般的 運用在他自己的生活當中 我覺得這也是某種程度的成功 對在今天的節目的 待會兒回來的最後一段呢 要請史清老師 給我們一些小小的重點 就是如果今天我要寫出一個 就是很能夠滿足企業主的 企劃的這種影片腳本 有沒有有三個重點 可以提醒大家 千萬不能夠錯過 或者是不小心疏漏掉了 那在下一段節目 馬上回來唷 我是海芬 我是雅群 歡迎登上夢想起飛號 歡迎回到夢想起飛 我是莊雅欽 我是海芬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以我這個做媒體二十幾年的人來說 我聽史清老師講話 我會覺得很興奮 因為你的音調會讓我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我懂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在做 就是你會勾起大家的情緒 你就不會覺得好像很平淡無奇的 聽完一場 對你就會覺得這個也是 影片當中希望帶動的那種送給 那在今天的節目最後一段 我們要請廣告資深 晚安人史清老師 來提醒一下創業新手 哪一些在影片設計的腳本上 要特別注意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是夢想起飛節目嘛 所謂夢想起飛 就是現在都還在停機屏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跟那些 在停機屏的人講話嘛 好如果現在大家都在停機屏齁 我們希望能夠之後飛上天空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第一各位一定要檢視產品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產品做出來 這件事情是告訴大家 很多人其實是有一個想法 然後你就開始想說 那我的行銷要怎麼做了 那我現在就可以跟大家講 請你先把你的產品做出來 你要有產品你才會有所有東西的想像 包括腳本可以怎麼寫 第一個就是檢視產品 第二個叫做清點資源 請搞清楚 資源有兩個最重要最有限的資源 叫做時間跟金錢 如果你想不出真的很厲害的腳本 或是很有創意的腳本 我現在就可以給大家建議 不要拍片 想不出 可是我要說的是 這個是一個行銷的腳本喔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拍一支片 是產品的DM那種 電子的DM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有一些 比較有趣的方式來介紹你的產品 是沒有問題的 我說的是所謂的行銷的 就是很有趣的 然後把自己的一個特點 講得非常大的這種 那我是建議大家要清點自己的資源 所以檢視產品清點資源 這其實是蠻重要的兩件事情 好那第三件事情呢 我建議大家 在寫腳本的時候 要想清楚自己要跟消費者建立什麼關係 你先想清楚這件事情建立什麼關係 就是那個所謂的轉 不管是轉也好 你想要介紹故事也好 或是什麼東西也好 這件事情你只要想清楚了之後 你寫腳本是不會歪的 不管中間網紅怎麼搞 或者是怎麼樣 你只要有想要你達成這個目的 想要建立起這個關係 是不會歪的 所以其實你想想看 我真正在寫腳本 這是最後一個 我寫腳本的建議是最後一個 那我為什麼只給了最後一個建議 那前面因為前面兩個太重要了 檢視產品跟清點資源 在停機坪的人們 這件事情才是你們最重要要想到的事情 而不是大家都在拍影片我也要拍 拍影片這件事情一分錢一分貨 你花就是一些 你覺得擠出來的錢 那我建議然後拍一支 其實跟別人比好像這個品質不怎麼樣的片 那我會建議你不如把這些錢省下來 我們累積多一點 我們拍一支品質更好一點的 然後更能吸睛的 然後讓人更印象深刻的 那其他的我們就省下來 我們就慢慢的做一些 我們能夠做到現在在停機坪上面 能夠做到的事情 是我覺得 讓所有這個就像老師說的 你如果是創業新手的話 就是大家都很害怕我會不會輸了 就是我現在如果還沒開始 我是不是就在那個影片的市場上 少了我一部分 其實我覺得根本就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當你的創意夠 或者是你誠意夠 我覺得消費者馬上就感覺得出來 更何況現在有好多的網紅 我們曾經就覺得 哇他的影片好可愛喔 你會看到 他怎麼十支影片都長一樣的時候 其實你就疲乏了 所以我覺得就像剛剛 對實情老師講的 好重要好重要的一點 就是做好準備再出手 要不然你就會覺得 你那些錢 因為創業新手都沒錢 你擠出來的錢卻浪費掉 那不是更可惜 所以今天要非常謝謝實情老師 因為實情老師其實也到了 好多的地方跟大家分享 所謂的創意應該要怎麼樣 把它完整的發揮在文案上 那也希望再收聽我們夢想起飛的朋友 我們也很希望有一個互動 就讓我們看看 你們聽完這一些大師級的分享之後 做出來的成果是怎麼樣 那如果未來有機會 對我們真的如果有收到消費者 他們就是聽完老師的分享 然後製作出來的影片 我們再來跟實情老師分享 好吧 好啊當然 那今天的夢想起飛 再次謝謝實情老師 謝謝謝謝兩位老師 也謝謝夢想起飛的聽眾朋友 謝謝謝謝這個節目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感谢观看